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高雄市秘书处长陈琼华今带着花妈跨海制造的日本原装小雪人到市府幼儿园,让孩童不用跑到高山也能看到真正的雪人。 很多孩子第一次看见雪人并小心翼翼伸手触摸后,纷纷发出呃的声音。 雪人外壳为宝丽龙制,是日本山形县之市集村美荣寺日前造访高雄市政府时,专程从日本带来送给高雄市长陈琼,雪人可里则装满来自山形县的冰,打开外壳就能碰触真正的雪,当时绕市府许多官员惊叹,是真的耶。 高市秘书处长陈琼华表示,山形小雪人当天打开后几个小时就融了,上周市长陈菊率团回访山形时也把雪人可带去,并趁空档挖了一些雪塞满雪人比照山形带冰访高模式,把小雪人带回高雄。 陈琼华指出,回城路上很担心融化,也怕碰撞,还好到了幼儿园时,雪人仍是完整的。 他形容,当雪人在幼稚园小朋友面前玩好献身,许多第一次看到雪人的小朋友,小心翼翼伸出手去摸雪,发出呃的声音时,让他觉得有坚持,有做到的感觉真美好,也要谢谢一路一起抱,一起抱雪人的伙伴们。